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斯蒂芬库里遭遇到完全的针对防守时 他并不高想 由于最能帮助斯蒂芬库里拉开空间 牵制防守的克莱汤普森遭遇跟剑锻炼 再次赛季报销 导致斯蒂芬库里在今年一年都会遭遇到最严密的防守 今天斯蒂芬库里21投井7中 最为拿手的三分球 10投井2中 双锋成为勇士队队最大的坑 今年勇士队最大的影员 被赋予众望的乌布雷 惊天十四中三 咱们说 这个乌布雷 他上赛季的数据不错 但你不能看个风险 就说他是3D 乌布雷和步行者的TJ沃伦 是一个类型的球员 纪律性极差 这是一个乱战型的球员 越乱他越能发挥 你让他在勇士队 这种战术体系 维尊的球队里面 他就是一时之间 难以适应 另一位封蟹 安德鲁维京斯 惊天十六中四 两大封蟹 打成这样 以群思法 虽然不想这么说 但实际上 这支荆州勇士队 已经彻底地失去了他的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勇士队的阵容 是全联盟最贵的 过于汤晨的赛季报销 他们将去缴纳历史级别的奢侈税 那如果这套阵容在场上打出来的是这个效果 没有哪个老板会允许如此花钱 也就是因为如此 勇士队的阵容一定会在今年彻底被打散 当然 勇士队也并不是一点惊喜都没有 清科榜眼千怀斯曼 仅仅在24分钟的出场时间内 13投7中 3分球一投1中 得到了19分6个篮板 两次抢断的数据 仅差一分就能打破由斯蒂芬库里保持的勇士队新秀 揭幕战得分的队市最高记录 将比于爱德华斯和拉梅洛鲍尔 怀斯曼是目前为止展现出来的 最有天赋和极战力的奔介新秀 总的来看 勇士队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来验证自己的新阵容 我们不能一场否定勇士队 但这场球真的看不到希望 希望他们能尽快摆脱当前的困境吧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带走啊老板 再门 再门 感谢观看